歡迎來到吳董談大選 大選靠吳董 2020台灣選個好總統 我是RJ 我們今天還是歡迎我們的主角的吳子佳董事長 RJ好各位網友大家晚安 哇大家今天在這個我們連假之前 看起來好像太平無事 可是呢各位吳董談大選呢 就是可以為大家帶來一個勁爆的內容 各位這一集的內容一定非常的精彩 董事長 今天 香港特首林鄭啊 竟然不排除向中央政府尋求幫助 董事長這個標題剛剛看到的時候就 心跳一下很大跳 這個表示 中國的武力要介入香港了嗎 我們要看新聞 不能看一天的新聞 所以我一直講台灣新聞叫碎片式新聞 吳董談大選這個節目的優勢 就是我們會用把那個時間的跨度拉大 然後整合出來 把那個事情的真相能夠把它探討出來 因為現在進入全球化以後 大概言論自由還有網路的世界 很難得有能夠隱藏任何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們從今天這個林鄭月娥的演講裡面 倒推回去看出非常多的一個重大事情的發展 而一般的人不重視的事情 我們慢慢慢慢找出來 發現一個重大的變化 世界在做重大的變化 我們現在把先回到我們的一些 回到我們的畫面上來 從林鄭月娥對她記者的演講 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她對記者的說法 這是她10月8號發表的一句話 我們要求這新的劉沉症 我們要求人家的努力 使用了一種程式 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我們要求人家的情況 這個暫停一下 大家注意到一個問題沒有 林鄭月娥居然敢大膽的這時候提出 在最壞的情況之下要向中央協助 而在基本法之下往中央向中央協助 我請問林鄭月娥一個簡單的問題 今天她動的緊急法的話 是在基本法之下的話 當然不是啊 他是1922年的英國殖民地的法律 他已經離開了基本法 他開了另外一條的捷徑 不需要透過立法會就直接可以做 強制的處分權 他已經開始了 所以這個禁蒙面法 根本不是基本法下的產物 這第一個 第二個問題 他公開在這個記者會上用英文 對全世界宣誓說 不排除要向中央政府 這個請求協助 這個語役裡面從來沒有用這種語役的 政治人物你只要看他丟出一個新的語役的時候 你就要注意什麼事情要發生了 換言之講他這個時候已經把目前恐嚇香港老百姓跟中央政府協助這個事情做了直接的連結 而且不是暗示是民事 好為什麼會那麼強的態度出現 為什麼香港的政府突然間那麼樣的強悍 這兩天警察開槍 然後不斷的要開始用強 用新的禁蒙面法 用緊急法開始啟動 緊急法開始啟動之後開出了 未來的無限的強制的國家暴力的想像空間 然後今天他居然採用演講 再丟出更嚴重的更嚴重的議題 說要不排除向中央政府請求協助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是誰給他那麼大力量 誰給林鄭那麼大的支持 我們反過來看 這個事情匪夷所思 所以我們現在看 Ricky你現在回到川普CNN這個新聞 我來解讀給大家聽 來Ricky我們先跑一下 你要看到 這是CNN在10月4號的新聞 10月4號的新聞 CNN爆料什麼事情呢 他下面講到了 川普在6月份的時候 在這個 董事長我念一下 During the private phone Phone call in Jun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Promise the Chinese President President習近平 他要知道什麼 川普在6月份的時候 打電話 私人電話打給習近平 對 他承諾習近平什麼事情你知道嗎 是 他will remain quiet 他會對這個保持安靜 什麼事情呢 這是香港的這個民主抗議 也就是說 簡單簡單的 CNN在10月4號爆料出來 川普在6月份就答應習近平 他不會對香港的事件 提出任何的強烈的抗議 案盤 川普把香港人賣掉了 然後CNN10月6號出來了 10月4號把這個新聞 10月4號出來 所以因為川普 有承諾習近平 不會去在這個 不會對香港的民主的這個 示威的事件當中會保持一個保持安靜 然後開始你看到中國給他什麼樣的回應 你看到下一頁看到了 來我們看一下 劉鶴 劉鶴在10月10號代理一個delegation 到華府談判嘛 明天就到了嘛 明天就開始了 開始已經開始討論了 他的裡面有農業部 有商務部 為什麼有農業部 因為他要採購農產品嘛 農業部幹什麼 所以這個時候 川普已經把香港人在6月份就賣掉了 然後CNN爆出來 爆出來之後 然後劉鶴的這個採購 這個所謂的這個協商的一個代表團 才得以成型 所以你看到第一個畫面的 這林鄭用那麼強勢的方式回應他的香港人民 而且這兩天還開了槍 還打傷了兩個年輕人 一個14歲一個18歲 用實彈射擊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才再加碼 再加碼告訴你說 我不排除 向中央政府尋求協助 中央政府尋求協助是什麼意思啊 那就是武警要大力的 要是六四天安門事件要重演的可能性 他把這種可能的想像 在正式的面對全球的媒體上 他用演講的方式把他表達出來 憑什麼 誰當他靠山 非常大的靠山嘛 就是現在就是北京的中央政府嘛 那為什麼 誰給他這個靠山 老美嘛 川普把香港人賣掉了嘛 我們再看下一頁 下面一個新的畫面 好 黎智英嘛 黎智英是誰 黎智英是香港民主運動後面最大的靠山 金主 在香港人裡面 是 他有提供了金錢 他提供了媒體的力量 對不對 而且黎智英在不久前 在分別跟黃什麼 黃之鋒 黃之鋒 對 到美國見到的國務卿龐比爾 公開接見 對 美國公開表態挺香港嘛 對 這六月份前面幾個月的事情嘛 是 那所以黎智英到了今天什麼時候的新聞啊 10月6號的新聞 告訴大家什麼話 這不是硬拼的時候 這是什麼樣的訊號 告訴你 美國人幫你放你鴿子啦 美國人不理你了嘛 美國人給你放鴿子嘛 美國人落跑了嘛 美國人把你交易掉了嘛 這是這個為什麼這個新聞重要 我可以告訴蔡英文政府 可以告訴全國老百姓 台灣也隨時有可能被美國人交易掉 因為川普是什麼東西都可以拿來交易的 他只要想要為他有利益的時候 他現在選舉利益嘛 他現在本身在國內面臨到 民主黨要彈劾他嘛 他馬上就開始出賣了 你看到沒有 馬上把香港人出賣掉了 香港人就變成孤鳥嘛 那這些傻孩子還在路上抗爭 這個大肥老黎智英公開呼籲 這不是硬拼的時候 當時是誰叫你們硬拼的 黎智英叫來硬拼的啊 這把火燒起來是黎智英燒的啊 燒火的人現在要準備落跑了嘛 美國人為什麼 因為靠山跑掉了嘛 所以美國人 尤其是川普的美國政府 在關鍵的時刻 就把香港人民的民主運動 全面扼殺掉了嘛 扼殺掉很簡單嘛 所以看到的今天就是 林鄭月娥強勢的反彈 那你再看到另外一個故事 我們今天沒有提出來的另外一個更 這兩天新聞鬧得沸沸揚揚的嘛 就是NBA的這個故事嘛 NBA就是美國火箭隊的總經理的 在Twitter上的發言嘛 Daryl Moray 然後呢 Moray現在怎樣呢 然後 結果火箭隊到現在啊 對 然後他的總 他的這個總裁 他的老闆 老闆今天出來講一大堆言論自由 有的沒的啦 對 但到底什麼意思我們也看不太懂 但是央視新聞很簡單 中方電視台立刻就停止轉播 馬上報復你 根本不跟你囉嗦 他根本談你到現在也沒用 對 到現在正好把你砍掉 董事長你知道嗎 這個騰訊啊 就剛剛跟他簽了五年 五年的五年 一年五億美金的 錢付了沒有 付了 付了然後現在錢怎麼辦 董事長他寧願虧掉 打水漂嘛 對 那個錢就沒有了嘛 對 所以老公就這樣幹啊 那他央視新聞講什麼理由你知道嗎 他說因為我們對 破壞言論自由啊 就是假借言論自由的名義啦 你知道嗎 還有對社會穩定啊 這兩件事 破壞社會穩定啊 對 跟這個 這個言論自由這兩個 兩件事情啊 產生傷害的人啊 我們都欲欲打擊嘛 那我就想一個問題了 社會穩定 你NBA的一個球 一個老闆講一句話 在我們的自由民主社會 台灣對來講的話 我每天在那邊幹掉一大堆人喔 那這個言論自由的標準是誰來定的 所以 為什麼言論自由的標準是誰定的 就是老公定的嘛 是 你老美講話 我看你不爽 就是要做破壞社會穩定 NBA 停播 就這樣這麼簡單 五億美金打水漂 管你的 就這麼回事 社會穩定 我就反過來請教中共當局 請教北京一句話 你的社會穩定太脆弱了吧 一個老美放個屁 社會就不穩定了 你這個社會怎麼搞啊 如果中國大陸社會如此之不穩定 你想統一台灣啊 他不是笑話嗎 對不對 怎麼可能嘛 台灣我們 那吳子嘉這種貨色 比比皆是 滿街都是耶 沒有啦 想到就搞 想到就罵人耶 我罵人是我的療癒的一種嘛 對不對 大家聽完罵人 幹狗很爽嘛 心情愉快 我每天晚上是心急 罵人一個小時 回家好睡覺嘛 那這樣的話 那北京昏倒啦 北京當局 這個叫破壞社會穩定 注意看 他對NBA這個事情的回應裡面 指控兩個 一個叫言論自由 一個叫社會穩定 太離譜了吧 那我們看到更離譜的事情 是美國是言論自由 世界第一的國家嘛 結果川普不要臉 跟他撕下 兩通電話 被CNN逮出來 兩通電話 跟習近平私下通電話 是 然後告訴你說 我對香港保持安靜 不講話 就是看到大國的出賣嘛 大國的外交嘛 那請問你 在這種情況之下 他會不會出賣台灣 保證出賣台灣嘛 只要符合美國利益的時候 符合川普利益的時候 他就幹了嘛 所以我前兩天提到的 中國跟美國之間 有基本意識形態的衝突 是沒有錯的 但是有一個人 把這個醜陋的真相 不斷的揭開給全世界人看 因為美國人過去 他用一個虛假的一個道德 一個虛假的美國價值 包裝 包裝得非常好看 其實背後 也非常骯髒 窩錯的事情 譬如說 Joe Biden Joe Biden的兒子 在烏克蘭做生意 對 在中國也做生意 對 都是在這個 在這個奧巴馬的政府時候 對 Joe Biden他們就搞利益嘛 對 對不對 那這個事情就剛好碰到川普 老川不錯把他挖出來 川普很帶種 被彈劾他把他挖出來 對 比韓國瑜帶種多 韓國瑜現在還在保護城局 把城局的案子 全部cover住 不敢 不敢爆料 川普為了選舉 幹你娘都把你 都把你押押出來 全部給你弄出來 管你三七二十一 彈劾我沒關係 中國的事情 後面快要爆發了 對 他為什麼一直要討好老共幹嘛 我告訴你川普是壞透了 川普討好老共的目的 就是要拿到Joe Biden的資料 很簡單 Joe Biden只要把 在這個他跟大陸兒子 他們的家族在大陸得到利益的資料 老共把他丟給他的時候 那Joe Biden就死掉了 對 所以這個事情是美國政治的 最醜陋的一面 在川普川老大一個人身上 通通把他揭開了 通通把他這個糞 這個塞湯 整個都給他押出來 這個弄得全美國臭的不可聞 但是這就是美國進步事件的真相 這個真相歷史非常吊詭 碰到大老初的川普 幹了一個好事情 把自由民主的代表的美國 背後的龜龜的真相 躲給全世界看 毫不留情的躲出來 我們大家台灣還在趁香港 羅文家還要挺香港 還有什麼 那個什麼 Nano 連龍牆 要禁止人家 誰撕的連龍牆 下次禁止到台灣 抱歉 你的老闆 川普 就把他賣了 川普把香港人賣掉了 對不對 你許國勇敢 勇不勇敢 也敢不敢站出來 譴責一下川普出賣香港人 沒有一個人敢譴責嘛 屁都不敢放嘛 這個遊戲到今天為止 香港人 全部 在街上的民族運動的抗暴 已經結束了 因為被一個最大最大的假靠山 川普把他出賣掉了嘛 習近平看到這種情況之下 放心大膽幹嘛 放心大膽幹嘛 怎麼會 怎麼會不敢弄呢 直接壓破老百姓嘛 然後老百姓越來越少了 你們看到沒有 他只敢戴口罩嘛 然後他抓的人越抓越多嘛 有五派越抓越多嘛 11月24號選舉的結果 民主派會大勝嘛 半民會大勝 沒有錯了 勝了又怎麼樣呢 你能夠爭取到普選嗎 爭取不到普選 林鄭月娥保證不下台 五大訴求保證一步不讓 為什麼 他的背後唯一的靠山 叫做川普跑掉了 今天就是那麼殘酷的事實 在大國外交 在大國政治情況之下 就把小國利益出賣掉了 那香港會變成什麼樣的香港 我跟你講 香港沒事 我跟你講 一點事都沒有 就回到了 就要回到了中共的首長心嘛 但是未來的競爭力會不會存在 當然不存在了嘛 對 那香港人會怎麼樣 香港人會用腳來走路 香港人的鈔票會跑掉 那又怎麼樣呢 習近平的政權保住了嘛 習近平的政權有一個確定的原則 中共政權有一個確定的原則 叫什麼政權 叫做接受共產黨的絕對的領導 共產黨領導這個事情 絕對不能放棄了 所以在這個原則不變情況之下 他彈性很大 那問題是這個原則要維持下來 付出誰的代價 付出人民的代價 人民 所以我今天在這邊預告 香港的民主運動已經結束了 已經死亡了 但是有一個好幾個 這個消息 我要跟大家分享 因為川普這個人 他有個好處 他翻臉跟翻書一樣 時間到來就翻臉了 他這次談判不爽 他就會翻臉 他隨時會翻臉 然後川普這個話裡面 他這個CNN為什麼 這時候放這個消息出來 CNN這個消息放出來 我認為是川普放的你知道嗎 當然川普放了嘛 川普告訴你喔 你來看人跟我談判喔 我對香港事件不講話喔 表示什麼 我可以講話 我現在不講話 你如果把你們別送了不送 你把老子搞得不爽 我可不可以講 我推的可不可以寫 可以 這個到底是一種承諾 還是一種恐嚇 川普這個是一種恐嚇 他不是承諾習近平 北京不要高興得太早 哇 董事長太厲害了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他在六月的時候 有這個消息 然後到十月的時候 才報導出來 故意放的嘛 故意放新聞嘛 是 就是很簡單嘛 今天台灣的新聞 每天都看到郭台銘嘛 對 這個是誰搞的嘛 每天都看到郭台銘的新聞 國民黨就掛了嘛 就這麼簡單一件事情嘛 民進黨 我是民進黨的文權部 我是民進黨NCC 我也會這樣子搞嘛 再講一講 就是每天都看到郭台銘嘛 郭台銘天天新聞不斷 你那個韓國瑜就掛掉了嘛 就那麼簡單的操作 新聞是民主社會的新聞 是可以操作的 但有一點我跟各位說明一下 吳子嘉不是不能夠 不是認識 我認識很多人 有沒有人會跟我溝通 有人會跟我溝通 但一般不太敢 為什麼呢 因為我下手太狠了 我講一個故事給大家聽 以前李敖在的時候 李敖有一天跑來找我 他跟我講 他昨天碰到一個 共產黨的一個 海基會的高級幹部 那個人要跟他打聽吳子嘉是誰 結果李敖怎麼介紹我 我告訴大家好不好 李敖跟李敖 因為那個 那個共產黨那個 那個海基 海協會的一個高級的一個幹部 就是傅秘書長級的 我不要講誰 大家很多人都認識他 他拿到我的名片 他就跟李敖打聽 這吳子嘉何許人也 這話講到十幾年前了 李敖跟他怎麼回答 我現在給各位網友 給你們做個參考 你就知道了 李敖告訴那位 副秘書長級的中共的高官 說全台灣最狠的人叫做李敖 全台灣最壞的人就叫吳子嘉 搞清楚 你知道吧 所以我現在告訴你們 韓國瑜也好 蔡英文也好 國民兩黨或是政客都一樣 老子要跟你們幹的時候 一定幹到底 陳菊我絕對不會放過他 你放心的 我一定跟他幹到底 我從來不跟我的對手或我的敵人 做任何的接觸跟談判 在我歷史裡面 沒有 要打到底 你知道吧 打一個 可以警告十個 那麼好的生意 我一定幹到底 這以上是李敖在生前 三四年 五年前告訴我的話 在那位置 中共那位官員已經離開位置了 聽完以後嚇壞了 這是我跟各位網友說明的 全台灣 我現在又繼承李敖的位置 我告訴你 我現在全台灣最狠的 也是台灣最壞的一個 就是我吳子家 大家就走著瞧 各位觀眾 台灣第一用 主講人的台灣第一正頓節目 吳董談大選 好 我們讓董事長休息一下 喝口水 等一下我們馬上回來 吳董給你問 吳董帶你問 請不清 請不吳董 去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